和前任在电梯内狭路相逢 她看看我 又看看站在我身边 一身暴发护行头 抱着孩子的老男人 四目相对后 她开口 为了嫁入豪门 竟然这样坐见自己 爸 相信我 有钱真不是你的错 带娃去坐幼儿园入园体检回来 竟然在电梯里 遇到了分手四年的前任顾北贤 靠 真的绝了 等我想出去 已经晚了 眼看着电梯门关上 无路可逃 更觉得是 这电梯还特么故障了 物业联系说 得等几分钟才能修好 不过因为就在最底层 所以不用担心有坠落的危险 干 遇到她就准没好事 Tui会气 漫长的等待中 电梯内一片沉默 而她看看我 又看看站在我身边 一身爆发护行头 抱着孩子的老男人 老男人根本就没理她 将孩子换了个手抱着 轻轻拍了两下 就给哄睡着了 可她却眼神瞬间变得意味深长 果然人还是不能太年少无知 不然身情错付 就会如我这般一言难尽 我大胆地回望了过去 惯得你 良久她吃笑了一声说 为了嫁入豪门 竟然这样坐见自己 什么玩意 这货刚才在哪脑补了 怎么样一出毁三观的大戏 才能说出这般 想要我撕烂她嘴的话 我可真的会写 不过 爸 相信我 有钱真不是你的错 没错 那个人到中年 还风华正茂 且抱个胖儿子的男人 就是我亲爹 我爸正在鼓刀他的好外孙 根本没空搭理 我和顾北贤之间的火花 所以 顾北贤在那儿说了个寂寞 哼 笑死 欣欣 你这回给大宝挑的幼儿园 不会跟上次一样了吧 我告诉你 咱们家孩子可受不了那气 我赶紧笑着点头 放心吧 毕竟我的眼睛 不会瞎两次的 我爸一挑眉 估计是在思考 为什么不是一次 而是两次 不过幸亏我好大儿睡着了 还流口水 他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 才没问 不然我指定射死 顾北贤看似不打算就此放过我 目光盯着我 又落在我爸怀里好待儿的身上 我心跳加速 好在儿子能吃 这五官倒也不像他了 要知道生下来的时候 可是跟他一模一样 好在电梯很快修好 我们的楼层也到了 还以为此生不会再见 不想顾北贤竟然住我家对门 可真是要了血命 我现在去寿楼中心退房 可还来得及 就在我双腿发麻的时候 我爸嚷嚷了 欣欣 快点进去吧 大宝应该快饿了 我爸可心疼 他的大外孙 据我妈讲 这种待遇 以及关心程度 当年我是一点也没享受到 得 还是我的好大儿重要 没空搭理他 砰得关上门 也算是落了个清静 嗨 这都什么事啊 我爸等下还要回公司 因为晚上就要出差 正好到时接我妈一起回来 她告诉我 心请的阿姨明天才能来 让我晚上千万别饿坏了她孙子 不然回来给我好看 行行行 都是心肝小宝贝 就我是地理小白菜 没人喜欢 没人爱 好不容易把我爸送走 我任劳任怨地 开始准备给我的好大儿 做营养餐 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 我以为是我爸忘拿东西 手上还滴着水就直接开了门 你又什么忘拿 神 剩下的话 在我看清门口站着的 是谁之后被我生生咽回肚里 顾北贤还穿着刚刚在电梯里的那身西装 看起来特别的人母狗样 他目光壮丝无意地往我家里瞟了瞟 接着一本正经地开口道 我家里没醋了 你借我点 我 现在借东西的人口气都这么大爷了 我被他激起了一点脾气 忍不住开口嘲讽 哟 大少爷现在会做饭了 像当初我们俩还在一起的时候 他可是连煮个面都能煮成面糊汤的人 没想到四年不见 当初不食人间烟火的天才学霸 也已经学会洗手做羹汤了 我不想去想他是因为谁才学会的做饭 我现在只希望他可以不要出现来打扰我的生活 顾北贤被我嘲讽得黑了脸 他像是绷不住伪装的平静 整个人露出几分急躁的气急败坏 沈欣欣 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说话 我觉得有些好笑 便也真的吃笑出来 你也说了是以前 我失去了耐心 懒得再跟他废话 要醋的话楼下超市两块钱一袋 没别的事的话就别来烦我了 滚吧 一边说着 我就准备把门关上 顾北贤猛地伸出手挡住门缝 他的声音都提高了几分 那个老男人的年纪都能当你罢了 我一愣 就这么一秒的功夫 他已经把我扮演的门重新打开 我开始思考 骚扰邻居这是物业能不能管 顾北贤看着我还想说什么 一声清脆的铜声打断了我们的僵持 妈妈 你在跟谁说话呀 大宝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这会儿正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 从屋子里走过来 我心里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下意识地就想用自己挡住大宝的身影 然而我的动作到底慢了一步 顾北贤已经看到了大宝的样子 只见他肉眼可见的脸色一变 视线死死地粘在大宝的身上 我担心他看出什么 只能借着跟大宝说话 转身将他整个圈进怀里 宝贝醒了 肚子饿不饿 大宝点了点头 我温声细语地哄着他 那你先去屋子里看会儿电视 等妈妈好不好 妈妈送走客人就去给你做饭 我这么说 本意是不想大宝跟顾北贤 见面的时间太长 虽说大宝大部分的长相随了我 但偏偏他那双眼睛 跟顾北贤 简直就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我不知道顾北贤 是不是已经看出来 大宝是他儿子 但尽量减少他俩接触的风险 总归还是好的 大宝向来很听我的话 他闻眼点了点头 然后哪声哪气道 那我先跟这个哥哥说声再见 老师说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朋友 儿子说的一本正经 我拒绝的话憋在嗓子里 愣是一个字都没有吐出来 老师教得没错 儿子有这个意识也非常的好 但为什么那个对象非要是顾北贤 儿子已经从我怀里钻出来 仰着头跟顾北贤对视 我要先回房间了 哥哥再见 说完 儿子还认真地给他鞠了个躬 然后大大的跑回了房间 我望着儿子房间关死的房门 头疼地揉着额角 已经开始思考该怎么跟顾北贤解释了 然而当我抬起头 无意地对上顾北贤的眼神 却愣了一下 他的眼中似乎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心疼 你到底有多缺钱 你连孩子都给他生了 他岁数都能当孩子爷爷了 你也不怕给他岔了半 我话虽如此 还真让顾北贤歪打正着了 那还真是大宝他爷爷背的 我觉得这是误会有点大 虽然并不打算让大宝跟顾北贤相认 但为了我爹的名声 我还是犹豫要不要解释一下 然而顾北贤根本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他似乎气得不行 眼神不断地看向大宝在的房间 从大宝出现开始 我便能感觉到他的隐忍 最终只是愤愤地瞪了我一眼 便转身离开了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拉开了对面的门进去 木制的大门 被他摔出爆炸一样的声响 我感觉我家门都跟着颤了颤 楼道里重新回归平静 我看着顾北贤家紧闭的大门 终于忍不住露出了一点复杂的眼神 这次跟顾北贤的重逢属时 是有些猝不及防 四年前我们分手地决绝 他在我提出结束的第二天 便飞往了遥远的大洋底岸 这些年我独自带着大宝 却从来没想过会再跟他有所牵扯 毕竟当初怎么说 也是我甩的他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恐怕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了吧 这些年 我换掉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打听过一句顾北贤的消息 只是没想到都这样了 我俩竟然还能莫名其妙地成为邻居 而且这次见面 顾北贤明显感觉跟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轻轻叹了口气 一时间也想不到该如何去应对 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 而且这个地段的房子并不便宜 顾北贤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做了什么 竟然已经可以买得起这里的房子了 我心情复杂 晚上好不容易把大宝哄睡之后 我还是没忍住上网查了查顾北贤的信息 这一查不要紧 铺天盖地的 关于这几年突然崛起的北因生物科技公司的信息 把我砸了个晕头转向 顾北贤就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我满脸震惊 怎么都想不到顾北贤最后竟然会放弃科研 选择创业 毕竟当初在学校 他就是各个老师大拿争抢着要带回到自己实验室的对象 就连我们校长都说顾北贤必然是要为人类生物学做出贡献的 我也一直相信他会留在实验室 没想到我关掉网页准备休息 微信上加好友的提示音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有些迷惑地拿过来一看 顾北贤三个大字连备注都没有就那么明晃晃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道他哪来的我的微信号 但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谁知道我拒绝的按钮刚刚按下 顾北贤突然狂轰乱炸式地发来了几十条好友申请 我忍无可忍 愤愤地点了同意准备骂他一顿 结果我一句话还没发出去 顾北贤已经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整洁的桌面上摆着飙飙准准的三菜一汤 看脉相竟然十分地诱人 我 他疯狂加我好友就为了给我证明他现在真的会做饭 四年没见 我怎么感觉顾北贤的智商有直逼三岁大宝的嫌疑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给他发了一串省略号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明晃晃的红色感叹号出现在我的屏幕上 我 干 我说回之前的话 他的心眼连三岁的小孩都不如 之后的几天里 我跟顾北贤碰巧遇到的时间突然变多了 除了大宝在的时候 他会板着一张脸不说话 其余时间不是在对我冷嘲热讽 就是在对我冷嘲热讽的路上 我本来是想跟他解释一下 我跟我爸不是那种关系 但看他那副嘲讽至极的嘴脸 我突然倔脾气就上来了 不解释就是我的态度 爱咋想咋想 这天我刚把大宝送到幼儿园回来 在楼下跟顾北贤碰了个正着 我本来没想跟他说话 绕过他就准备上楼 结果谁知道他突然抽什么风 一个跨步挡在了我的面前 沈欣欣 我观察好几天了 那个男人根本就没来看过你一次 他就这么放着你自己带着孩子在家里 明显就是根本不在乎你 你还跟着他干什么 还是说他根本没想跟你结婚 他自顾自地说着 我整个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沈欣欣 你这让孩子长大之后该如何自处 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 你以前虽然做了点 最起码三观还正 我真没想到你这几年会变成这样 他说得越发痛心疾首 看着我的眼神满是悲愤 我 我气笑了 顾北贤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 他说他观察了好几天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观察出的这种结论 用脚底板观察的吗 顾北贤深深地看着我 他沉声道 事实摆在我眼前 我没有办法不这么想 他深吸了口气 语重心肠道 沈欣欣 找份工作吧 你大学学习那么好 不会养不活一个孩子 不行你先来我公司坐着也行 靠男人是靠不住的 女人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你清醒点吧 我 用尽了毕生的自制力 我才没有直接对着他的脸上来上一拳 他似乎还想继续劝我 我却听不去了 深呼吸了两次 我咬牙道 谢谢顾总的建议 下次不要建议了 至于我的工作 不劳您老费心 我就算哪天被踹了 光靠卖房子 也能活得有滋有味 眼看着顾北贤的表情越来越差 我的心情却微妙地爽了起来 抬起头 我对着他甜甜的一笑 毫不留情道 再说了 你是谁 也配来管我 顾北贤被气走了 我感觉胸口的堵着的一口恶气 得到了极大的疏解 从再次见面以来 顾北贤说话就一直家枪带棍的 亏我之前还想着 要不要给他解释清楚 虽然我们早就分手了 但我潜意识里 还是不希望他把我想得太差 然而现在 就他那副认准了我给人当小三 压根不听劝的鬼样子 我但凡再多给他说一句 我都对不起我爸被污蔑的名声 这一次把顾北贤气走之后 我有将近一个星期 没有见过他的身影 大宝有时候看到顾北贤家紧闭的房门 还会问 之前那个每天都能碰到的漂亮哥哥 怎么不见了 通常这个时候 我都会对大宝露出一个慈祥的笑 然而温柔地说道 不知道 出家了吧 就这么在没有顾北贤骚扰的情况下 过了一个星期 我爸妈终于出差回来了 而他们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宣布自己要退休 让我明天立马滚去公司上班 我 我整个人被赶鸭子上架 当即便一拍桌子拒绝道 我去上班没问题 你俩退休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我一去就是董事长了 想什么好事呢 就你 我爸嫌弃地看着我 我松了口气 心到这还差不多 他俩还没那么离谱 然后就听到我爸接着说 董事长你服不了股东的重 先从执行总裁开始吧 反正日常经营 我跟你妈就不管了 我俩要留在家里带孩子 你自己好好努力 争取把咱家的生意做大做强 我爸说到最后 满是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完 他跟我妈对视一眼 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他俩眼中解脱的快乐 我 算了 谁让他俩就生了我一个女儿 还把生意做得这么大 能遇到这么有事业心的爸妈 不得不说 真的是我的福气呢 我认命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老老实实地跟着我爸去了公司 还好他还没有丧心病狂到完全不给我过渡期 在他跟我妈彻底退休之前 他还是会亲自带我一段时间 我这次去公司是特意让我爸隐瞒了一下我的身份 毕竟我之后是要接手公司的日常管理的 我想先以最普通的身份去看看现在公司各部门的真实情况 毕竟我也不想他们为了应付我来演戏 那我还不如回家追剧算了 然而我想了很多关于我空降总经理的谣言 却万万没有想到 传播度最高的谣言 竟然是说我是我爸的小三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好一阵无语 怎么自从顾北贤误会我跟我爸的关系之后 这种误会就好像一发不可收拾了呢 难道他们都看不出来 我其实跟我爸长得很像 总不能是夫妻像吧 我揉了揉额角 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虽然很想干脆承认跟我爸的关系算了 但想到我最开始隐瞒身份的初衷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再忍耐一下 中午的时候 我爸的秘书来告诉我过几天 要跟另一家公司谈一个合作 我爸的意思是想把这次合作的主导交给我 我对此自然没什么意义 秘书把这次合作需要的文件交给我 我吃完午饭后便立马开始研究起来 然而刚刚打开第一页 我就忍不住瞪大了眼 北音生物科技公司 这名字我没记错的话 这不是顾北贤那家公司吗 我们这次合作的对象是顾北贤 我一时被这惊人的缘分震住 盯着那行字足足盯了两分钟 才确定自己的确没有眼花 这下子我更无语了 比他们误会我跟我爸的关系还要无语 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孽缘了吧 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用十分钟接受了这个现实 然后任命地研究起了这次合作的文件 一星期后顾北贤带着人 来到我们公司进行合作的商谈 推开会议室的大门 我一眼就看见了端坐在人群里的顾北贤 他看起来有些风尘仆仆 似乎刚从什么地方赶回来 我下意识地整理了下头发 轻轻咳了两声 我弯起嘴角带着人走进屋里 不好意思各位 久等了 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看到顾北贤缓缓抬起头 平静的目光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骤然紧缩了一下 我不着痕迹地对他恶劣的一笑 接着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走到会议桌前坐下 我大概扫视了一下顾北贤带过来的人 在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时 忍不住愣了下 李宁轩 他竟然是顾北贤公司的吗 李宁轩刚好也看到了我 他的眸中也充满了诧异 我们两个匆匆地对视 被助理的声音打断 我立马整理好心情 将疑问压到心里 认真地开始会议 今天的会议 主要是为了促成两家公司的合作 顾北贤公司最近新研发的一款产品 如果应用到我们公司的生产线上 可以让我们的成本直线下降 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寻求 跟北科公司合作的原因 同样的 跟他们寻求合作的 自然也不止我们一家 不管我跟顾北贤曾经是什么关系 现在又有多少矛盾 至少在工作上 我们还是分得很清楚 这场会议进行得十分严肃 我为了拿下这次的合同 将近一个星期都没有好好睡觉 而会议进行到现在 我跟他们的交谈 也的确十分地顺利 我自觉按照这么下去 跟北科拿下这次合作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就在 我刚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李宁轩突然举手 她的座位看起来 似乎是这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她要讲话 瞬间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到了她身上 我看着她 微微醋眉 内心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跟李宁轩 的确是老相识 但却并不是朋友 相反 我俩的关系 真要说起来的话 不如说情敌 更加合适一点 当年顾北贤出国 李宁轩也跟着一起 去了别的国家 后来 我曾经在 李宁轩的朋友圈 见过一张 她跟顾北贤的合影 也是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他们两个 竟然又在同一个学校 想到这里 我看着李宁轩的目光 不由地变得凝重 李宁轩现在看起来 似乎是顾北贤公司的高层 如果这样的话 在我缺席的那四年里 恐怕他俩的关系 已经突飞猛进了 我不想去想的地步了吧 李宁轩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 我再次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 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上 李宁轩目光定定地看着我 对着我微微一笑说道 沈总 您开的条件 的确十分的优厚 但据我了解 您跟您的公司 曾经都没有与生物科技 这一项目接触过 不知我们该如何确定 以您对生物科技的了解 可以在我们后续的合作里 跟我们保持相同的步调 若是因为你们专业知识的匮乏 所造成的项目的停滞 这后续的损失 是否由贵公司全额承担呢 李宁轩的语速很快 带着一股都市女强人 特有的强势利落 我听完他的话 目光沉了沉 嘴角不自觉地 便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 李宁轩这番话 听起来十分的有道理 然而细细一琢磨 便能听出来 他话里到处都是 对我的不屑根刁难 我觉得有些好笑 张嘴刚想反驳 顾北贤却比我开口更快 沈总如果对生物科技 了解到你说的地步 那还要我们公司做什么 他声音淡淡 明明没有什么情绪 却能让人感觉到话里的冷意 李宁轩脸色一僵 看起来有些难堪 咬住下唇没有说话 顾北贤将目光看向我 他没什么表情 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到 沈总提出来的条件 北科可以接受 至于后续的推进 北科会派出专业的技术团队 给予指导 这点上沈总可以放心 如果沈总没什么别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签合同了 除掉李宁轩那一段 不太愉快的小插曲 我跟顾北贤的这次合作 还是挺顺利的 等我们签完合同 我礼貌地跟他握手 送他离开公司的时候 我们在楼下碰到了 我那个摸鱼回来的老父亲 顾北贤看到我爸 保持着礼貌 跟他寒暄了两句 我站在旁边 没忍住高兴 跟我把逼了一个成功的手势 没想到好巧不巧 被顾北贤看到 他的眼神瞬间又暗了下去 但我这会儿 刚刚弹成我上任来的 第一个大项目 心情正好 也懒得跟他计较 送走顾北贤 我赶紧回去 把后续的方案 跟团队敲定下来 等到我晚上回家 天上已经由太阳 换成了月亮 刚刚踏出电梯 我一眼就看到了 正靠在我家门口的顾北贤 我微微愣了下 顾北贤听到动静 看向我的方向 他的眼眸 在楼道暖光的照耀下 显得十分的明亮 闪闪烁烁 像窗外的星子 倒映进了他的眼眸 我慢慢走向他 神情有些复杂 顾北贤直起身 他比我高处不少 此时微微垂眸看着我 沈欣欣 离开那个男人吧 他能给的 我都能给你 我心情有些复杂 总觉得这会儿的顾北贤 跟白天商场上的那个 他十分的割裂 他低哑着嗓音 还在继续说 他现在让你做公司的 执行总裁 就是看中了你的能力 想要利用你 你不要妄想 他会把公司真的给你 等他把你的价值榨干 就会狠狠地踹了你 到时候 你要怎么在这里立足下去 这跟他单纯的养你不一样 沈欣欣你 不要这么单纯 顾北贤这次是真的着急了 我能听出来 他语气里绷不住的担忧 我心情更复杂了 总觉得这个事就算要解释 恐怕也不太好解释得清楚了 他见我没反应 干脆一把握住了我的肩膀 我身子一僵 就听到他冷应道 你离开那个老男人吧 来我公司 我把副总的位置给你 你是缺钱吗 我现在很有钱 你想要多少 我都可以给你 欣欣 你想找人养你我可以 我不再是以前那个穷小子了 你现在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买给你 好不好 欣欣 顾北贤说到最后 竟然有些委屈 我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虽然他说得真的很诚恳了 但是吧 我也不能真的离开我爸呀 我老沈家可就我一根毒苗了呀 我就犹豫了这么一会儿 该从哪里开口解释 顾北贤的脸色却已经变了 我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舍不得 沈欣欣我真的看错你了 顾北贤气急败坏地对着我吼了一句 然后二话不说 转身回了家 把他家可怜的房门摔得震天响 我有些愕然地看着他家 实在搞不懂顾北贤现在的脾气怎么变得这么暴躁 我头疼地揉了下额脚 决定不管怎么样 改天还是找个时间跟他解释清楚比较好 虽然我不打算跟他复合 但天天看着他这么给我加戏 我也确实是有点没话说了 疲惫地打开家门 我跟站在门口的我爸打了个照面 他表情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那样子一看 就是把刚刚我跟顾北贤的话听了个彻底 我 我爸没说什么 只是重重地拍了两下我的肩 然后便背着手回了房间 我看着我爸悠闲的背影 感觉心更累了 虽然这天晚上 我跟顾北贤基本属于不欢而散 但我却在睡觉前 收到了顾北贤微信上发来的晚安 我挑了挑眉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又把我从黑名单拉了出来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没有回复他的消息 之后跟北科公司的合作 顺利进行着 而我也发现 顾北贤似乎改变了一些 跟我的相处方式 比如 他现在把目标放到了大宝身上 我每天送大宝去上学的时候 顾北贤总能及时出现 给大宝塞一些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带着 他第一次碰到我送大宝去上学的时候 我没有开车 因为我开车技术一般 怕早上万一堵车迟到 结果不知道顾北贤又理解成了什么 从那天之后 他竟然每天早上雷打不动 要开车送我们 我本来是义正言辞地拒绝的 但可能是血缘的奇妙 大宝似乎天然地对顾北贤就很有好感 顾北贤更是狡猾 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从我身上下手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本事 蹲下身对着大宝笑了笑 三言两语就哄着他上了自己的车 我站在副驾驶的门口 忍不住嘴角抽搐 总觉得对于大宝对陌生人警惕的意识教育 还是要加强一点啊 就这样顾北贤一连送了我们一个月 已经跟大宝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我从一开始还试图阻止他们交流 到现在直接摆烂 中间的心路历程便是不提也罢 这天顾北贤送走大宝 照例送我去公司的路上 顾北贤突然地开口说道 沈灵很可爱 沈灵是大宝的大名 顾北贤这一个月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 哦 包括我的确没结婚这件事 我的好蛋也是毫不犹豫地 就出卖了他亲爱的妈妈 我干脆随便了 听到顾北贤夸大宝 我还特骄傲地扬了扬下吧 那当然 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 顾北贤听到这话突然顿了一下 半上他悠悠地说道 沈灵跟那个老男人长得可真像啊 我一愣心想那可不像吗 那可是他亲老爷 大宝可是典型的隔背随 就是眼睛不像 沈灵的眼睛比那个老男人好看多了 我 他这不是也不瞎吗 怎么就看不出来 我跟我爸其实也长得很像呢 我表情微妙地看着他 心想看他到底要多久才能发现 自己想岔到天边去了 自从顾北贤改用怀柔政策之后 不得不说 我们之间的氛围 其实和谐了不少 然而 横跟在我们之间 那个根本的问题根本没有人提 我们的关系便也干脆一直保持着 这样不远不近的距离 好不容易把公司的运作上了手 我这还没泄口气 我爸妈突然告诉我 给我安排了相亲 跟我相亲的对象是另一家公司的公子 跟我差不多大 海归硕士毕业 也已经开始帮着家里打理生意 说是相亲 其实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场商业联姻 我看过那个男人的资料 但论他的硬性条件 我其实真的还是挺满意的 但 看着坐在驾驶位上 开车的顾北贤 我忍不住在心里叹了口气 我可能还没有做好 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的准备 只是父母之间约定好的事情 我总不好服了长辈的面子 到了见面那天 我还是体面地把自己收拾好 准备去跟对方把事情说明白 我们约在一家高档的法餐厅 餐厅的氛围倒是确实很适合相亲 我在服务员的引领下刚一进门 一眼就看到了 正在跟一个女人一起吃饭的顾北贤 而让我愣住的不是顾北贤 而是他对面的女人 他的妈妈 那个导致我们分手的根本原因 其实当初跟顾北贤在一起的时候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那会儿在学校 我因为不想成为众人关注的目标 所以一直在装穷 后来跟顾北贤在一起 又因为他是真的穷 我不想让他有压力 所以便干脆一直装了下去 我本来是想 毕业之后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我就找个机会告诉他 但没想到临近毕业 他的妈妈突然找上了我 看得出努力保持体面的女人 在我面前哭得悲痛欲绝 他跟我说 他拉下脸面 跟家里的亲戚借变了钱 就是为了让顾北贤 可以出国深造 但是顾北贤竟然跟他说 他不想出国 理由是因为我 他不想跟我分开 他妈妈因为这个跟他闹了很久 但顾北贤铁了心 就是不同意出国 他妈妈最后没办法 只能找到我来哭诉 他希望我可以主动离开顾北贤 不要耽误顾北贤未来的发展 他妈妈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 我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我告诉他 顾北贤决定 去哪里是他的事情 我不会左右他的选择 更不会逼他就范 但他妈妈切而不舍地找我 我眼看着这个女人 因为儿子越发地消受憔悴 便是我一开始的决心在坚定 后来也忍不住开始动摇 而真正让我的心理防线崩溃的 却是他妈妈告诉我 顾北贤之所以会选择生物专业 完全是因为他的爸爸 他爸爸是一名很厉害的生物学教授 却最终死在了自己实验室失败的有害物质上 顾北贤从小便决心要完成爸爸没完成的研究 他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了 不该因为我而功亏一篑 顾北贤爸爸不在了 这件事我是知道的 因为他常年在胸口戴着一个小的怀表 里面就是他爸爸的照片 但我从来不知道他跟自己的爸爸之间 还有这样的一段关系 后来我彻底陷入了迷茫 不知道自己这样跟顾北贤在一起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再加上那段时间临近毕业 而毕业季向来是情侣矛盾的高发期 我们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吵架 终于在一次吵架之后 我心累地说出了放弃 顾北贤当时满是不可置信 学校里出了名的天之骄子高领之花 为了我低下了头 只为了哀求我别跟他分开 我那会儿思绪十分混乱 自己尚且理不清自己的想法 更没有精力去跟顾北贤真正地解决问题 我最后还是决然地跟他分了手 理由嘛 我就随便扯了一个 我告诉他我嫌他穷 这个理由似乎对顾北贤的打击很大 从我说出这句话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提过和好 在我们彻彻底底分手的第二天 我听说了顾北贤出国的消息 而我也是在那之后 才发现我已经怀孕了 回忆到这里 我被人拍了下肩膀 打断思绪 转过头 相亲对象正温和地笑着看着我 怎么了沈小姐 看你在这里站很久了 我赶紧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清出去 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了笑 我歉意道 对不起 刚刚想起来 我还有些事情 我们下次再约吧 实在抱歉 相亲对象十分大度地笑了笑 说了句 没事 他对着我张开怀抱 十分坦然道 既然我们没有缘分一起吃饭 那便留下一个拥抱吧 祝你一切顺利 沈小姐 我笑了笑 伸手跟他礼貌地抱了一下 相亲对象给我的感觉十分的舒服 我并不排斥真的跟他交给朋友 对着他弯了弯眉眼 我笑道 你也是 说完 我便快步离开了餐厅 来到地下停车场 我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然而我的手刚刚碰到车门 突然被一股大力 拉到了一个温暖的怀里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 顾北贤咬牙切齿的声音 已经满是醋意地传来 沈欣欣 刚刚那个男人又是怎么回事 实话说 我虽然猜到了可能是顾北贤 但真的确定是他 我还是有些微的惊讶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你不是跟你妈在吃饭 好啊 沈欣欣 顾北贤把牙磨得更响了 你果然看见我了 你至于吗 躲我躲得这么厉害 我能把你吃了 我沉默了一下 微微用了点力 我推开他 你想多了 我只是碰巧想起点急事而已 顾北贤咬牙绝的目光打亮着我 半厢 他突然嗤笑一声 怎么 那个老男人不要你了 你这是开始选下家 我刚刚才回忆了一遍分手的事 这会儿心情还没整理好 听到他又这么阴阳怪气 我直接忍不住呛道 是啊 那个太老了 我这次换个年轻的 沈欣欣 Whats you 顾北贤气的话都不会说了 他双目星红地瞪着我 我也不甘示弱地瞪回去 突然 他眸中胸光一闪 我还没有反应 已经被他捏住下巴 狠狠地吻了上来 顾北贤的这个吻 似乎带着几分发泄般的情绪 我拼命挣扎 骤然感觉 嘴里涌进了一股铁锈的气息 好半场 顾北贤才放开我 我骂人的话就要出口 他突然又一把将我抱进怀里 我能感觉到 他手臂像是要把我捏碎的力度 他的头埋在我的颈边 语气凶狠嘶哑 沈欣欣 你不许去找别人 我也可以养你 我现在不比他们穷 我还不嫌弃 你带了一个孩子 我很喜欢沈灵 我想做他的爸爸 你既然都要找下家了 你看看我 我哪里比不上他们 说到最后 顾北贤委屈的都带上了哭腔 我的心颤了颤 一直以来压抑的情绪 似乎破了一个很小的缺口 密密麻麻的酸痛 从缺口里奔涌而出 包裹我的心脏 让我忍不住 鼻头有点发酸起来 然而 矛盾跟误会积累的时间太久 很多事就算我有心诉说 却也失去了开口的资格 顾北贤 我早就不爱你了 你也该放下了 我忍着鼻头的酸意 低声说道 顾北贤抱着我的手臂 缩得更紧 他猛地提高声音道 我不放 沈欣欣 当初追我的是你 甩了我的还是你 你要我出国留学 我去了 你说我穷 我现在拼命赚钱 已经可以给你任何 你想要的东西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初分手是我妈去找的你 你根本就不想跟我分手 我这次是真的愣了 心脏重重地跳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惊呼道 你知道你妈来找我过我 顾北贤放开我 他目光深沉地看着我 里面翻涌的情绪 让我感觉呼吸都变得十分的困难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大概是我出国一年之后 他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欲言又止了好久 才缓缓地开口 我妈他 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 我一愣 竟然也不觉得十分的意外 你其实多多少少 应该也能感觉到 自从我爸死后 他就开始变得偏执 一喜一怒 并且有很严重的控制欲 最初的时候并不严重 后来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 开始不再试试听他的话 他的病情就越发地厉害起来 一直到我出国一年 他某一天突然脱光了衣服 在楼下乱跑 被邻居报了警 也是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他的病已经严重到 不得不入院治疗的程度了 说到这 顾北贤微不可见地叹了口气 我心里十分的震撼 嘴唇动了一下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回来一趟国 帮他办理了入院手续 也是那个时候 我才从他的自言自语里 知道当初发生的事 顾北贤目光沉痛地看着我 缓缓讲述着 我所不知道的事情的另一面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跟你分手的那一年 是我人生中最痛苦 也最灰暗的一年 我那会儿对任何事情 都提不起兴趣 每天都在不断地想 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对 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 所以你才会那么决绝地 跟我分手 直到我从我妈那里 听到真相 我却更不敢回去找你了 因为我看着 我妈发病的样子 突然就理解你 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 我妈找过你 她突然对着我笑了笑 我却感觉心脏 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抓住 疼得让我不得不张开嘴大口的呼吸 以前的我太不成熟了 又没本事 还那么自傲 我知道错了信心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离开我了 那天 顾北贤跟我讲完所有事之后 我久久没有说话 我没有马上给她回答 是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很乱 顾北贤告诉我 她妈妈现在情况 已经稳定了很多 这些年她妈妈住在疗养院 其实很少会出来 我一路沉默着没说话 一直回到家 顾北贤在门口 跟我爸打了个照面 我爸还是那副意味深长的样子 自然地伸手 就要把我从顾北贤身边接过来 顾北贤突然一把握住她的手 目光很利盗 你能不能放过她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吃嫩草不害臊吗 我本来就有些恍惚 没来得及阻止顾北贤 等我想要解释 我爸却乐呵呵地打断我 他看着顾北贤 目光意味深长 年轻人 你让我放过她 难不成你打算接替我照顾她下半辈子 不是接替你 是我本来就打算照顾她一辈子 顾北贤连犹豫都没犹豫 我爸却笑得更开心了 他一把拉起我的手 在顾北贤黑到没法看的脸色里 笑盈盈地说道 决心不错 至于结果 那可就看你本事了 说完 我爸也不顾我的欲言又止 拉着我便回了家 我有些愁愁地站在门口 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解释 我爸没有逼问我 他走到沙发上坐下 只笑着看着我说 你紧张什么 过来坐呀 我犹豫地走到我爸旁边坐下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感觉有些心虚 你不用紧张 你这些年自己带着大宝 不结婚不恋爱 我跟你妈早就知道 你还没放下他了 我爸的语气很轻松 我垂着眸 不知道该说什么 爸妈是不知道 你们年轻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这过日子嘛 哪家小两口还不吵上两嘴的 年轻的时候冲动 分开就分开了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两个还在互相惦记着 那就再给自己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试试吧 就算不能马上在一起 也别排斥相处 欣欣 大宝也不小了 他会想爸爸的 我爸的每一句话都在狠狠冲击着我的内心 之前被顾北贤破开的那个小小的缺口 好像越来越大 那些被压抑的感情终于脱离 层层桎 破土而出 这天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很久 一直到天光破晓 我仿佛重获新生 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 我爸已经决定彻底光荣退休了 他退休之前要举办最后一场宴会 一方面是为了宣布他的退休 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官宣我的身份 我已经决定给我和顾北贤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在此之前 我也问过大宝 想不想要一个爸爸 大宝天真的看着我 十分聪慧地说道 妈妈是说顾叔叔吗 我心到你 确实也不知道其他人 但还是笑着点了点头 宝贝愿不愿意让顾叔叔当你的爸爸呀 大宝预言又止了一下 我心里一凉 心想 不会顾北贤讨好了儿子这么久 最后还不成功吧 结果还没等我想好 该怎么劝大宝 大宝突然奶生奶气地说道 可是妈妈不是说顾叔叔出家了吗 出家了也能娶老婆吗 我 我真真切切地愣了一下 好不容易才从残存的记忆里面 扒拉出我当初随口的一句 无心之言 面对孩子天真无邪的面孔 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在孩子面前口无遮拦的坏毛病 好不容易才认着错给大宝解释清楚 大宝知道顾北贤不是和尚之后 长长地输了口气 顾叔叔能做大宝爸爸就太好了 大宝喜欢顾叔叔 大宝笑得十分的开心 看着他对顾北贤真情实感的喜欢 我也忍不住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很快到了宴会那天 当天晚上 我换好高定的晚礼服 做了一个端庄大气的造型 挽着我爸的胳膊出现在了会场 会场里瞬间响起了窃窃私语的声音 我能感觉到周围人对我的指指点点 然而我并不在意 毕竟他们现在对我的闲言碎语越多 待会儿就越是会惊掉眼球 顾北贤也看到了我跟我爸挽着出场的样子 我隔着半个会场都能感觉到 他浓到要化为实质的怨气 我故意没去找他 想想这次重逢以来 他对我说过的那些嘲讽的话 呵 待会儿有他哭的 我故意挽着我爸从他身边路过 走近了才发现 李宁轩竟然也在他旁边 我挑了挑眉 看着他们的目光有点微妙 结果顾北贤根本没注意到我的目光 他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我爸身上 嗯 敌意 李宁轩注意到我 他对着我冷笑一声 靠当小三上位 不要脸 我懒得跟他稚气 干脆好脾气地笑笑 比你抢着当小三 还当不上墙 是吧 顾北贤 嗯 顾北贤皱着眉愣了一下 接着他像是想起什么 不耐烦地看向李宁轩 我带你来这种场合是让你跟着我的 不会去给公司拉合作 没有部门主管的情商就别当了 你还是回技术部当技术员吧 明天记得去找人士调岗位 顾北贤说完 看都没看李宁轩 直接端着酒杯走向我 我心里已经笑得不行了 但面上还是要保持矜持优雅 毕竟今天我可是来装逼的 不能做出破坏我形象的事 李宁轩追在顾北贤身后这么多年 从学妹做到他的公司高管 没想到连顾北贤的一生 软语都得不到 我突然就不在意 他之前发的那张合照了 估计也就是很多人的宴会 他偶然的一次投机取巧而已 顾北贤走过来 似乎想跟我说什么话 我伸出一根手指放到唇上 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对他眨了眨眼 顾北贤明显愣了下 我跟着我爸上了台 我爸致辞完后 顺便宣布了我未继承人的消息 最后再说一个事 我女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她的情况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看上她的 尽管来追 我爸笑吟吟地说完 又拉着我下了台 我是我爸女儿的身份一公布 全场哗然 尤其是我爸最后那句话 直接将宴会的气氛 推向巅峰 我被我爸这通突然的操作 搞得有些好笑 但还是保持着 落落大方的姿态下了场 我刚刚下台 就被顾北贤一把拉住 她直接把我拉到了角落去 我靠着墙 抱着胸笑着看她 顾北贤震惊得都快傻了 她看着 满脸都是不敢置信 那是你爸 我好笑地点了下头 故意道 是啊 你不觉得我们除了眼睛 其他地方长得都很像吗 就跟大宝一样 顾北贤 她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 看起来有些紧张地 咽了口口水 她颤颤巍巍地问道 大宝不是你爸的孩子 那她是 她似乎想到了一种可能 看着我的目光 竟然多了几分惶恐 我突然就心软了 也不准备继续逗她 我叹了口气 笑得很无奈 你难道完全没看出来 她的眼睛跟你一模一样吗 顾北贤一愣 我看到她的眼眶瞬间湿了 她看起来十分激动 却又显得有些无措 我难得见她露出傻样 忍不住便笑了 顾北贤 我轻轻叫了她一声 声音带着几分认真 我愿意重新给我们一次机会 顾北贤看着我 眸中瞬间迸发出巨大的惊喜 她伸出手 似乎想要抱住我 我阻止了她 她看起来急坏了 我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 对着她脚狭的一笑 你听我说 我还没说完 我是愿意给你一个 重新来过的机会 但是我爸她不乐意呀 顾北贤一愣 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脸色一下子变得微妙地扭曲起来 我心里都乐得直不起腰了 面上却还要憋着笑说 谁让你说她老呢 这我可没办法呀 顾北贤的表情更难看了 她缓缓地把头望向我爸所在的方向 目光定定地看着她 我有些好奇 绕过去看了眼顾北贤的眼神 然后我忍不住了 只见顾北贤现在望着我爸的眼神 满满都是后悔的神色 那感觉她简直恨不得掐死当时的自己 只求这一切从来都没发生过 顾北贤盯着我爸的身影看了半赏 艰难地开口 欣欣 你说我现在去给叔叔跪下 还来得及吗 我憋着笑 故意做出一副为难的表情思考 嗯 我也不确定哎 毕竟你之前骂他骂得那么难听 我就算想帮你说话 都有点不合适呢 顾北贤的表情扭曲了一瞬 他咬牙切齿半赏 我看到他的眼中一时闪过各种复杂的情绪 我饶有兴趣地盯着他 有点好奇他到底能不能想出完美的解决方法 半赏 顾北贤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头疼地捂住了额头 沈欣欣 我败给你了 他的语气满是无奈 我一秒钟就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我赶紧后退两步跟他拉开距离 举起双手以示清白 可不是我不想解释啊 谁让我每次想解释的时候 你要不就是骂我 要不就是转身摔门 我就算想跟你说明白 你也没给我这个机会啊 我似笑非笑地盯着顾北贤 有意加重了骂我两个字 顾北贤果不其然紧张了起来 他捧着脸 着急地解释 我 我不是真的想骂你 我当时就是吃醋 我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地紧张 墨地心就软了 我放下了手 温柔了眉眼 我到底还是没忍心 太过为难他 我爸那边的确需要你自己去想办法 我不会帮你去劝我爸 那对我跟我爸都不公平 这是自然 顾北贤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耸了下肩 拍了拍顾北贤的肩膀 你有这个觉悟就好 那我今天就先回去了 剩下的事你自己处理吧 跟他挥了挥手 我悄然离开了现场 成了另外一个 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好事 毕竟我跟新任负责人没有矛盾 合作起来也更客观高效 但我还是在某一天去北科开会的时候 碰到了李宁轩 彼时他正站在公司的通风口抽烟 见到我 他目光顿了下 主动开口叫住了我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想要听一听 他到底想要说什么 让其他人先走后 李宁轩带着我来到安全通道 顺手按灭旧的烟头之后 又拿出了新的一根 我抱着胸静静地看着他 他夹着烟头吞云土雾的样子 跟我记忆中的他 差别十分的大 这一刻 我终于意识到 在那分别的四年里 每个人都摸爬滚打成了 完全不同的样子 或许是看懂了我的目光 他突然讽刺地笑了一下 沈欣欣 你可真是好命啊 十八 我看着他没说话 李宁轩也不气 他只是吐出一口烟雾 缓缓道 当初我跟顾北贤告白 他却告诉我 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个时候 你们两个还没有在一起 你追他追得全笑皆知 所有人都在骂你 不识好歹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偏偏你就坚持了下来 还整整坚持了两年 所以当我听到 他这么说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 果不其然 没多久 你们两个就官宣了 他说到这儿 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然后重重地吐了出来 我能听出他话里 毫不掩饰的极度 连带他看 我的眼神都变得心红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我哪里比不过你 漂亮 我长得也不差 学习好 我在我们专业 也只是比不过顾北贤而已 我跟他是一个专业 我比你跟他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我听说你跟他谈恋爱之后很做 我就想 如果是我 我一定不会让他生气 我会非常懂事 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他 会温柔如水地对待他 我每天都在幻想着你们分手 然后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求顾北贤 让他知道 我比你强一万倍 他越说越激动 剧烈起伏的胸口 让我生怕他一口气 尚不来晕过去 然而他的话 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我跟顾北贤之间所有的爱恨矛盾 都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解释的 李宁轩参与不到我们的相处 也自然不会了解到我们的本质 他只是可怜地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不愿意放弃顾北贤而已 但是沈欣欣 你知道吗 他突然苦笑一声 你们明明分手了 我甚至都跟着他去了国外 但他就是完全忘不了你 他对着我大吼 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了下来 我心脏一颤 没有来得激动了几分 他刚出国那一年 真的非常的颓废 没有人相信 他曾经是一个那样优秀的学生 甚至他的导师都警告过他 如果是这样的态度 就退学吧 他那一年完全没有学习 每天就是闷在出租屋 为了学一道新菜 把手上切得全是伤口 又或者就坐在沙发上喝酒 一直喝到未出血去医院才被人发现 我震惊地听他说着这些 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顾北贤虽然告诉过我 他在国外第一年过得很不好 但我却从来不知道 他竟然难过到这样的地步 我感觉心脏处传来一阵又一阵的闷痛 眼前渐渐有些模糊 顾北贤绝望地坐在沙发上喝酒的身影 仿佛真实地浮现在了我的面前 原来在我举举独行的那几年里 有人远隔千里 跟我一样在黑暗里挣扎沉浮 直到后来顾北贤好起来 竟然是因为他从他妈妈那里知道了 你并不是真的想跟他分手 他认为只要他努力赚了钱 你就会重新回到他身边 所以他放弃了科研 批了命的创业 你说多可笑 他那么骄傲理智的一个人 竟然会因为这种完全没有证据的希望 而重新振作起来 我愣愣地听着 表情已经完全不复之前的从容 李宁轩抽完了最后一口烟 他的眼中已经没有泪水 只有眼角还未干涸的印记 暴露了他曾崩溃的事实 沈欣欣 我认输了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 从学校追到公司 从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 到他认同 我跟他一起工作 我已经做了我最大的努力 你也不用在意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事情 顾北贤当初根本就没有隐瞒 他跟所有人说 他有一个很爱的人在国内 这辈子他绝对不会爱上 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 他表情无悲无喜 只是平静地看着我 如果说曾经我还有侥幸 如果现在的你不够好 配不上他的话 那我无论如何也要拿下他 但现在我真的放弃了 沈欣欣 你很优秀 我争不过你 李宁轩突然对着我一笑 他突如其来的坦荡 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他也不在意 只是最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 我在安全通道里 独自站了很久很久 等我再次整理好心情 走出这个地方 便再也没有人知道 这里曾发生了什么 我平静地开完了会 回到家 我第一次主动拨通了 顾北贤的电话 他的声音通过话筒传过来的时候 有些失真 我忽视他语无伦次的问候 直接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 顾北贤沉默了一下 接着 他有些忐忑地说道 明天就可以到家了 你有什么急事吗 我深吸了口气 平静利落道 回来之后直接来找我 你跟我爸解释清楚 我们商量下结婚的事 说完 我不等顾北贤反应 直接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 顾北贤疯狂地敲响了我家的大门 我打开门 就看到他一身风尘仆仆 手里还拿着一摞文件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 有些复杂 激动 兴奋 忐忑 疑惑 总之都是一些 平时很少会出现在他脸上的神色 我抱着胸看着他 眉梢轻轻一挑道 你想到怎么跟我爸解释了 顾北贤深深地看着我 他反复深呼吸好几次 这才勉强压下激动的情绪 冷静到 想到了 放心 我点了点头 带他进了门 其实 昨晚我已经跟我爸妈提前说过这个事了 我爸妈对我要跟顾北贤结婚 一点都不意外 他们知道了顾北贤这些年为我做的一切 对他这个女婿其实还是很满意的 只是作为我的父母 他们还是希望看到顾北贤更多的一点诚意 我带着顾北贤到他们面前 原本平静的心情突然有些紧张了起来 二时顾北贤来到我爸妈面前 二话不说直接拘了一个九十度的宫 他神态十分诚恳道 叔叔对不起 之前是我没有了解清楚 自以为是的误会了你跟欣欣的关系 我们一家三口对视一眼 对顾北贤的操作都有些意外 我挑了挑眉看他 没想到他竟然选择了直接道歉 这么朴素 我其实想了很多办法来解释或者讨好你们 但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 我应该先跟你们还有心心承认我的错误 他直起身 语气十分的认真 我看到我爸眼里露出了一点欣慰的神色 却依然只是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不该不了解清楚事实 就去曲解心心的为人 还说了那么多不好听的话 不管我的本意是因为什么 错了就是错了 对不起欣欣 对不起叔叔阿姨 希望你们能原谅我的自大跟鲁莽 顾北贤说完 我爸突然哈哈大笑了一声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愉快道 小伙子 没想到你这么诚恳直接 这可让我们没法再怪你了 顾北贤听到这句话 眼中惊喜得目光一闪 却又被他声声压下 他转身看向我 谋中压抑着克制的情绪 欣欣 对不起 我挑了挑眉 摆了白手道 没事 我爸都不在意了 那我也原谅你了 你不用跟我道歉 而且说白了 也是我当初装穷没告诉你 我家有钱 不然你也不至于误会 我跟我爸的关系 不是 他摇了摇头 表情却很认真 我要跟你道歉 当初的我太幼稚了 遇到问题从来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只知道一味地跟你吵架 如果我可以再多关心你一点 我就不会让你怀着孩子离开我 他突然柔和了眉眼 看着我的眼神 让我的心跳 忍不住加快了两下 你一个人生养沈灵 一定很辛苦吧 对不起 我没有尽到一个爸爸的责任 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我没想到 他会突然提起这个 忍不住愣了 顾北贤突然往前走了两步 将我轻轻地抱进怀里 他动作温柔地帮我失去眼角的泪水 欣欣 我这几天其实不是去出差 而是回了趟我妈以前的房子 我妈这些年看着我忘不了你 其实已经完全接受你了 只是她现在并还没有完全好 她不敢见你 但让我把这个带给你 顾北贤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一副玉手镯 我呆呆地看着她 这是 顾北贤垂着眸 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 是每一代婆婆 传给儿媳妇的传家宝 她轻轻地帮我戴上 眉眼温柔地看着我的眼睛 我妈把这个给你 就是同意了我跟你在一起 但你不用有压力 如果你不想见她 她也不会再来骚扰你 我望着手镯有些出神 完全没想到 这段时间 顾北贤竟然准备了这么多 然而顾北贤 却根本还没有结束她的准备 她放开我 又看向我爸妈 拿起放到一边的文件 她双手递给我吧 叔叔阿姨 这里面有我全部财产 跟公司股权的无偿赠予协议 都是给欣欣的 你们看一下 我一愣 下意识到 不用顾北贤 你不用这样 欣欣 顾北贤冲着我摇了摇头 然后认真地跟我爸妈说道 叔叔阿姨 这是我的诚心 我把自己的后路全部断了 就是下定决心 这辈子非欣欣不取 我希望你们可以同意 将欣欣嫁给我 我保证一定会用生命呵护她 下辈子永远开开欣欣 顾北贤说得异常认真 我感觉心口窝发热 眼前竟然渐渐被水雾沾染得模糊起来 我爸乐呵呵地翻看了一下文件 他抬起头看着顾北贤 再不掩饰谋中的认可 我跟他妈是没什么意见咯 就看欣欣他自己愿不愿意了 顾北贤立马转头看我 他的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样子看起来竟然有几分像是求摸摸的大狗狗 我忍不住破涕微笑 没有正面回答他 我只是坚定地握住了他的手 跟我去喊大宝起床好不好 顾北贤的呼吸有些粗重 他紧紧地回握住我 声音低哑道 好 我带着他进了大宝的房间 大宝已经醒了 他坐在床上 大大的眼睛单纯地看着我们 我明显感觉到顾北贤突然一下紧张了起来 微微一笑 我走到大宝面前蹲下 笑着问道 大宝 妈妈要跟顾叔叔结婚了 你现在还想不想顾叔叔当你的爸爸呀 顾北贤全身都紧张了起来 堂堂一个公司的总裁 竟然在一个三岁小孩的面前紧张的话都不会说 大宝盯着顾北贤看了半天 他突然说到顾叔叔是大宝的亲生爸爸吗 我一愣 下意识地跟顾北贤对视 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差异 我小心地问道 大宝为什么这么觉得 大宝歪了下头 十分天真的说道 我在妈妈的手机里看到过顾叔叔的照片 而且大宝很喜欢顾叔叔 如果顾叔叔不是大宝的亲生爸爸 那大宝为什么会喜欢顾叔叔呢 孩子的话 单纯又天真 然而就是这样的话 却让顾北贤罕见地落下泪来 他突然一把抱住我跟大宝 我听到他声音哽咽道 是 我是大宝的亲生爸爸 爸爸以后再也不离开你跟妈妈了 大宝不能体会大人之间的爱恨纠葛 但他却是真的开心道 真的吗 太好了 那爸爸跟妈妈以后还会给大宝生个妹妹吗 大宝想要妹妹 顾北贤一愣 呆呆地看向我 我突然就有点脸红心跳 忍不住别开了脸 虽说现在的画面的确很温馨吧 但在自己儿子面前说这种话题 还是有些让人害羞 我不看他们 却能听到顾北贤扑吱笑了 他又将我们搂得更紧了一些 好 大宝想要妹妹 爸爸妈妈就再给大宝生个妹妹 我们一家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在大宝开心的笑声中 我紧紧地抱住了顾北贤 我们一家以后 再也不会分开了 我们两家以后 再给大宝